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开辩论 纳吉也是前国阵的主席 他今天早上在金马伦高原 就是去进行助选之后 接受当金大马的访问时 他说他会考虑跟林吉祥辩论 会考虑而已 会考虑大家听 其实我很期待纳吉跟林吉祥 两雄之间的辩论 因为这两位都是经验老道的政治人物 而且是雄霸一方 纳吉是前国家一号领导人 林吉祥则是行动党的精神领袖 党内的人都尊称他为老大 表面上纳吉和林吉祥在各自的政党 就是巫统跟行动党是没有党职的 但是他们在党内就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在同一个平台上 辩论交锋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看头的 只是我的内心有个问题 说这场辩论会会成功吗 其实我还是有所保留的 其实我也很期待纳吉就说 让我考虑看看 他说林吉祥对他着迷 不过他关心的是他要接触人民 而不是一个人 他就也与这一个林吉祥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缠着他不放 他说我不知道原因 我也无法了解 他还说他是纳吉的事务部长 这句话是纳吉说的 当今大马将会致函纳吉跟林吉祥 以便正式通知 当今大马是有意要承办的这两位政坛老大的辩论 好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话说回来 509之后林吉祥经常都会通过记者会 或者是发文告或者是社交媒体上 频频抨击纳吉 特别是2015年发生的那一间一马发展公司 1MDB的丑闻爆发之后 林吉祥就活力全该就是对着纳吉来打 特别是他在所有碰触到纳吉的文告或者声明当中 都使用盗贼统治 就是Kleptocracy 这个词一直都出现在林吉祥的文告当中 那么林吉祥一直咬着纳吉不放 纳吉他也是非常聪明 他如今开始转换路线 不跟林吉祥跟西门的领袖来硬碰硬的 他改变作风转型成为网红 那么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 逐步打造成我的老板Boscu的一个新形象 来告诉世人来跟世人见面 同时他也以各种风趣 然后逮谁的一些文章来嘲讽他的阵地 包括林吉祥 近日纳吉也与林吉祥整天缠着他不放 他说林吉祥已经是纳吉事务部长 那今天早上林吉祥在金马轮高原巴刹 拜票之后 记者就问他说 你怎么看待纳吉送你的这个封号呢 那林吉祥就说 我认为这个封号是比抽水王是来得更妙的 他就认为纳吉是企图利用金马轮的补选 要打一场政治翻身战 他就说随着巫统跟一党结盟 再加上马华跟国大党等等小党的一个配合 他说一旦来接大选如果是再一次政党轮替的话 纳吉可能回国担任首相 那么其实媒体已经开始察觉到说 纳吉近期不断改变他的形象 以轻松的方式 是四两破见经的这种方式 反击西蒙抛向他的各种指责 纳吉的这种新策略是要争取更多年轻人的支持 拉拢年轻人 这是他近期最大的一个转变 走入年轻人的这个市场 他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在想 他应该是掌握到马来年轻人对西蒙的不满 以及对西蒙的牢骚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纳吉他现在的另外一个面对的一个困境 就是他在跟时间晒跑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累积人气 否则一旦他所面对的各种贪腐 烂拳洗黑钱案件开审之后 他将会处在被动的位置 难以主动出击了 那林吉香就有说 有人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再谈纳吉了 必须要忘记掉一马公司案 还有就是盗贼统治 所以纳吉才会认为他自己是有望翻身的 那林吉香就有形容说 不要再谈1MDB的舞弊案的说法 其实是一项恶魔的计划 他认为人民是不应该掉入陷阱 其实我对一马发展公司 这些舞弊案的关注度开始降低了 反而我期待案件的开始 以及现在最新的进展 就是纳吉跟林吉祥之间的辩论 因为辩论能够提升人民对政治议题的认识 过去朝野政党的领袖 都很难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 大家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各自精彩 如果把各自精彩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的话 那将会是个绝对精彩 过去曾经有朝野领袖的辩论 比如说林冠英对蔡西利有两场 一场是中文 一场是英文跟马来文 那么林冠英本身也曾经跟徐子跟辩论 然后安华也曾经跟时任新闻部长 Sabri辩论 所以辩论的风信 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补选之后 能够获得体现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